用一公分厚的木板 钉成一个有盖的盒子 盒子外部的长、宽、高 分别为32公分、22公分和11公分 请问盒子的容积是多少? 题目再问的是盒子的容积 长方体盒子 它的容积是内部的长 乘以内部的宽 再乘以内部的高 可是题目给我们的 都是外部的长、宽、高 所以我们要想办法 求出内部的长、宽、还有高 那我们来看看 外面的长是32公分 而木板的厚度是1公分 所以说这边厚1公分 这边也是厚1公分 因此内部的长 就是32减掉1乘以2 1公分厚的木板有前后两片 所以要乘以2 乘出来的结果是30公分 同样的道理 内部的宽 左边的木板厚1公分 右边的木板也厚1公分 因此内部的宽 就是22公分 减掉左右两边的厚度 1公分乘以2 内部剩下20公分 最后它的高度 题目告诉我们 它是一个有盖子的盒子 因此这个容器 它上面跟下面都需要木板 没有木板我们哪来的盖子 所以说 上面厚1公分 下面也厚1公分 而盒子外部的高是11公分 所以内部的高 会是11公分 减掉1乘以2 1公分厚的木板 有上下两个 剩下来的高度 就是9公分 到这边 我们成功地算出了 这个盒子 它内部的长宽高 也就是30乘以20 再乘以9 乘出来的结果 是5400立方公分 因此 这个有盖子的盒子 它内部的容积 是5400立方公分 继续 去10分 所以 去20分 是6400立方公分 可以 去10分